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破车华 开着我的床车冬季自驾游东北 挑战零下58度 现在我们在陕西省的神木寺 明天正式的进入内蒙古的尔尔多斯 看一下我就是带着一个人 我媳妇和一条狗自驾游 你说你一天难点就算了 吃饱喝足的 没事还给我搞些什么动物的骨头过来 这不吓人吗 这上面也没肉 你叼过来干什么 来吃吧 吃 从树林里面叼过来的吗 这也没办法呀 好的咱们也遇不上 你看你现在长多大鸽 买回来的时候这么长一个 现在已经这么长了 我都快抱不动了 本来一天的话给你吃个 这么多狗粮就够的 现在为了你不叫给你吃那么多 你还吃不饱 难道真的有句话叫喂不饱的狗吗 这边还钓了一个什么东西过来 这个还有用耳套 这个有用呀 姐姐 冬天的时候可以保护耳朵 你不要 他自己拿来的自己用 给他 对自己钓过来自己用 来带上 来 你不是喜欢去找东西吗 来 来 耳朵带上防冻的 冬天就这样 来这里还有昨天你找过来的羊腿 啃吧 你不是喜欢找东西吗 你的羊腿 腿上只有毛没有肉 给他扔了 你看 你看 你又含着什么东西过来 哈伦 你什么意思 要把这里的全部骨头 你说我让你饿着了吗 你说你饿着你去找 我不反对 天天把你喂得这么饱 你一天就去找骨头 再说了万一那个骨头上面有细菌 有病毒怎么办 什么意思 准备囤粮了吗 我不让你吃 你还知道把它埋起来 昨天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开进来 到这里面露营的 这是一条断头路 在里面露营的话也比较安静 这条路也不知道是修来干嘛的 这边也在留很多这种树 这个是不是松树啊 这里真的是风水宝地啊 还有这么粗的干柴 刚才去那边那边有好几根 这样的话就可以烧柴了 能够结余一点煤炭 我们就多囤一点柴吧 这个柴应该是这种树木枯死了之后留下的 这么大一根 但是很轻 已经干臭了 先把这些小的锯了 上面这些细的就不要了 给它锯掉 接下来就把这一根锯成这么一小节一小节的 接下来就把这一根锯成这么一小节一小节的 这个你们看漂亮不漂亮 还可以剥皮 站着有点飞劲了 这个柴那边还有好几根 不知道去到什么时候才去得完 1 2 3 4 5 6 7 8 9 4 别看这么小一根木材 看这个年轮已经十年了 这个干柴有点难剧啊 打湿了好不好剧啊 只是这个声音小了一点 这一根木材终于锯完了 一小个一小个的 我数了一下 差不多有20个吧 把那边的拿过来一起锯了 看一下这里还有这么大三根 全部拖过去 全部拖过去 刚才去拖柴把锯子给弄丢了 还好燕姐姐那个眼睛比较厉害 把他给找过来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熟嘴狗 什么都吃 我吃什么水果他就吃什么 终于锯完了 这个木材太干了不好锯 也不知道锯了多久 不知道 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 我要去睡觉了累了 你看打帮手的都累了 说要去睡觉了 这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锯了这么多 这个木材太干了 看嘛 不好锯 那种食材还好聚一点 看来狗狗也饿了 我们也饿了 准备开始起锅烧油做饭了 我们就用刚才锯的这个木头来做饭 这个烧材就燃起来非常快 做饭了 好 上汽了 好猛的火 我看这个鸡怎么吃 买是买了 不知道怎么吃 烧鸡 用来烧 吃大块一点 倒点汤来和蘸水 大蒜生姜爆香 烧辣椒 倒入土豆 烧鸡 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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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词